然后你就按一下,它就新的 所以回去可以想想看 工作里面 有没有类似像这种东西,一定很多 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就是每当它换一个 然后按一下,自动更新了 也许 这个资料 一样可以把它分开来 有没有 这边在另外工作表 这边在另外工作表 要哪一个 它就自动去抓哪一个过来 好,这样其实蛮方便,要查什么,快就查得到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说什么 你必须要 再按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之前有同学说,老师那可不可以直接呢 不用按了,直接这边下拉之后 只要这个里面有变更的话 那 就自动执行按这个 这个SAC 那这个好像我前面有讲过类似东西 基本上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第一个 你要在那个 Video Basic里面 的326专案 这个档案 一样的档案 然后找到什么呢 这个工作表 的 物件 就这个 去着1 去着1 刮虎里面就是它的名称 点两下 找到这个 这个工作表 当它怎么样 Change的时候 Change 有没有,这边有个事件 事件驱动 就是说呢 当 工作表 有改变的话 OK,它底下 slation change就可以删掉 就是留下 这个工作表 被改变的话 那 我们 他会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叫Target 告诉你说哪一个工作表 哪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变更 所以呢,你可以做逻辑判 如果 if if什么呢 Target Target就是变更的那个 那个储存格 或者范围 那我只要知道它的address 这边有个address 它的位置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 H2的话 不过这H2要绝对位置 所以加上前的符号 前的符号 OK 然后呢 这样 一样Enter两下 打一个end if 意思就是说如果是H2 我才做 底下的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H2就跳过去了 什么事都不发生 然后我们就做什么 就call什么呢 call那个班旗 OK,这边的话就班旗 班旗指的就是 刚刚这一个 这个sug OK 那意思就是说 当我 这边是H2的时候 才会去呼叫他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之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 这个按钮 刚刚是要这个按钮 所以这边这个按钮可以拿掉 我们可以下拉一下 我们可以下拉一下 一般的 那因为 当我下拉本来三般 变成一般 他就会 变成是Change 而且Change的位置 刚刚好又是H2的话 他就会什么 去call 班旗 OK,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这个是事件驱动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类似的概念 去做那个程式 不是说直接一定要按按钮 OK,你可以透过什么 只要是 你的Excel里面的某个地方变更的话 你也可以自动去执行就好了 不用说一定要按按钮 不然的话 按钮其实也是 颇麻烦的 按一个 一般 自动就可以更新 二般 三般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当我怎么样 WorksheetChange 那个Change的Target 他的那个Adress 是H2 这个关键地方 如果这个关键地方没打错的话 应该 你可以做出你要的这个效果出来 OK 那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另外的话 我顺便 再多补充一个地方 就是 其实 那个Range跟Sale的关系 其实他们关系 蛮接近的 那只是Sale是单一个储存格 那范围的话 Range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以后 像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本来是 我是怎么样 直接 写成这样子 就是 把什么呢 把 这个 复制到这里 有没有 这个复制到这里 这个复制到这里 可是问题来了 他基本上 他这四个是连在一起的 那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 他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以后 你以后范围你要抠到哪里的话 其实 不用写四行 不用跟他讲说 你这个放那边 这个放那边 你就干脆讲 这一整个都放那边去就好了 那这样不是比较快吗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遇到那种连续范围 一起复制的话 这个非常好用 也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你要把某个范围的资料 抠到某个地方去的话 你只要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写成底下这一行 就是什么 Range 特别注意 以后的话 你就跟他讲用Range的写法 Range的写法怎么写 特别注意 你就刮胡 其实Range 他其实有两种写法 就是 我们之前有一种写法 什么B2 比如说B2到E2 就写成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用文字来叙述 可是如果说你以这边来看 你要拼成这样很麻烦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写法是 哪一个Sale 就是 这个Sale 这个储存格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Sales的I列的B栏 到哪一个储存格 不是冒号是逗点 到哪一个 到E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把 把这个E的这个储存格 复制到这里 他就知道说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后刮胡 这样也是一个范围 OK 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 Range物件 可以多学一个 这招还蛮管用 因为 蛮多地方 都需要大量复制 像那个 之前同学说不同工作表的资料复制 你用这招最快 真的 城市一行就搞定 刚刚要写四行 对不对 现在只要写 四行现在写一行就可以了 不用说一个一个慢慢一个一个学 那这样 如果你有十篮 你不要写十行 不合理吗 你只要写一行就好了 哪一个到哪一个 对不对 后面 关键的地方 点下去 跟他讲Copy Copy之后的话 后面他会跟你讲说 你告诉我Distination 就是意思说你要call到哪里 那我要把什么 把 这一些 就是这个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里 那这里的话呢 当然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你只要跟他讲哪一个开头就可以 他会自动把这些摆在他后面 所以关键就是跟他讲说你帮我call到这个开头 所以Distination呢 只要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哪一个开始就可以 那基本上哪一个开始呢 就这个 call到这个 g就可以了 hij 他会自动 把它填满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这个很重要 而且这个非常的好用 而且说在这 书上也没有写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 是 发现这样可以写 而且用的还蛮 蛮常用的 但是一般坊间书籍不是这样写 一般坊间书籍 都要物件写 写得好复杂 明明可以写一行的他可以写一大堆 所以这一行 真的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要大量复制范围 的资料到另外的地方去 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写完之后 基本上四行 就可以改成一行 这一行其实我云端上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到云端上面 我又把那个VBA这边 本来要写这四行 你可以改成这一行 这个改成 那个所谓的 复制范围的方式 那做完之后的话 最后测试一下 看会不会OK 里面应该OK 我们把它改一下 其实这边 只不用一般 这样子 而且 基本上 如果你改成用 Range Range 范围 点Copy 到哪一个 出声歌 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的执行的效率也会比较高 因为你之前是一个一个call 因为你要执行四行 但是现在是直接 call过去了 他一行一次就搞定 只是因为这边质量太少 你感觉不出来 有没有 一下就OK 可是以后如果你遇到那种大范围 范围非常大的话 如果你一个一个慢慢call的话 你会发现怎么call这么久还没call完 那你记得一定要Range Range一下就OK了 差异就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边顺便讲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 大概就写完 如果这个把它删掉的话 你会发现 程式非常精简 所以如果说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倒不如你把VBA学好 不然的话 你学前面 刚刚讲那些东西 我在那个前面有铺陈 这些东西 你光把这些学好学完你都已经头晕了 其实后来干脆直接讲VBA算 所以这边为什么直接就跳VBA 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那最后的话有剩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 把那个 刚刚有跟各位讲过那个同学问的问题就是 在范围里面 有一个叫资料分割与排列这一题 请各位可以把它打开 那我们待会再做一些 说明 那其实当然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其实还有很多范例档没讲到的 这边其实每一个范例档里面都有答案 OK所以如果回去 你们想要再做练习的话 每一个 都会有 云端上面的对应的答案 那你们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一题讲 这第1个 第2个如果说 你实在是有些细节 只要听不太懂 我教课一个方法 因为我之前有教过 可能在别班 那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打这个关键字 应该也会搜寻到对应的影片 不然你们就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找到堆的影片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不然我很想多一点时间多讲一点 可是我们时间就是这么 这么少 有些地方没办法 密密俱到讲完 所以 有些地方请各位 试一下这部分 那刚刚讲的 请各位再 把它试一下 刚刚的重点 就是 这边把它改成 这个Change 这第1个 第2个就是 把 那个 刚刚的4个 储存格改成 一个范围 复制过去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